我被这个照片吓死了 习近平跟拜登见面 见面也就见面了 两个人居然笑容满面 习近平最近不是没有出国 你看到南非 杰平奥赌徒 你看到他其实到了俄罗斯 他那个脸也是狠的 坏的 杀气腾腾 可是他怎么到了美国 变成熊猫脸了 他的脸变熊猫了 笑容可举了 那不但是如此 连拜登都满脸笑容 你说很恐怖是 你也是学国际政治的 学国际财经的 你说国际政治背后 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国际政治充满了 你不是卖 你就是被卖 现在他们两个的交易做完了 该买的卖 该卖的卖 该出新的都出新了 所以才有这张照片出现 保洁 原本一开始而说 这一次的中美高峰会来说话 大家就说 之前中美关系那么的糟糕 双方高层 你看 王毅来美国的时候 拜登也可以给你冷出力 然后布林肯去中国的时候 习近平也可以冷出力 两边看起来关系很不好 还给你穿小鞋 就没想到 这次习近平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他的表情 他跟拜登两个人 看起来好像老朋友的状况 你什么时候 有多久没有看到习近平笑容可举的照片 而且习近平还说什么 中国愿意跟美国做伙伴 做朋友 然后他还说 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读美国会输 我说他之前才是 不是 他说我从来没有读美国 而且我从来没有想要 取美国而代之 他之前才不是讲东升西 他现在都完全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回事 那你看拜登也很开心 拜登跟他说 我跟你讨论很多事情 拜登还修出一个照片 这个他修给他照片里面是什么 他这个三十 四十几年前去美国的照片 他说你知道这个是谁吧 习近平的照片 对 一九八五年的照片 他把习近平的照片 放他的手机里面 告诉习近平说这是你钱 那不就是他为了讨好张淑芬 讨好张中谋 把张淑芬的照片 弄出来一样 一模一样的桥段 所以你可见 中美关系哪有那么的融洽 为什么那么融洽 而且很简单 因为原本之间 两个国家最大的一些矛盾 都在最近 他们两个都已经把它解决掉了 而且该怎么解决 都怎么解决了 我们讲前一阵子 大家不是讲吗 因为美国目前为止 面临到可能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媒体说 他面临三面作战 一个是俄乌战场 中东战场 现在也烧起来了 还有台海的 说美国是无力承受 这三场战争的 他没有能力打三场战争 对 但是你知道 美国目前都慢慢慢慢 把这三场战争 都目前把它搞定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有人出卖了某些人 譬如说以这个 以巴战争来说 目前为止哈马斯 哈马斯这几天的时候 你知道哈马斯已经被包围了 被包围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现在伊朗说什么 伊朗的哈米你说什么 我们不会参战 而且你这个之前 要突袭这个所谓的 这个以色列 你根本没有跟我们讲 以前伊朗是 第一个时间跳出来说 你这样 你以色列你踩到红线 我们准备要攻击你了 那个中国大陆 你知道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原本也是支持 这个哈马斯这边的 就现在中国媒体 也都没有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中国的媒体 现在也不谈哈马斯了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伊朗会放手 我觉得搞不好是中国就跟他说 这我们输 不要再算 互互掉 这样一个状况 刚才讲到 哈马斯今天会去进攻加萨走 装备是你伊朗给我的 人员是你帮我训练的 甚至刚才讲 连战术战规则 都是跟你伊朗学的 今天我当你伊朗的小弟 我带着光盔往前冲 冲到前面以后 现在伊朗的总统居然跟我讲说 你在发动公益的时候 没有跟我讲 所以你违背了规则 现在我不会参战 跟我没有关系 那你伊朗为什么突然缺回来 第一个当然会战术 那另外一个 伊朗后面也是有老大 老大都说 我们不要搞这个 搞不赢美国了 就算了嘛 你说中国也收走了 当然是这样 另外一个 就是还有这个 在俄乌战场上面 俄乌战场 现在俄罗斯追 军方证实说 这个前一阵子 他们在地涅薄河 东西岸两边交火 现在乌克兰军队 已经渡过地涅薄河的东岸 过了地涅薄河了 已经准备要往前打了 所以目前 一直在俄乌战场上面来说 其实也有一些 想象不到的变化 在产生之中 所以如果看起来的话 美国如果在双线作战 都赢的话 或者说这样的话 美国会回来对付谁 对付中国 中国嘛 所以中国这时候要怎样 搞定台湾海峡嘛 所以这个时候 你刚才讲到的 所以现在的蓝白会 你甚至感觉到 后面有一只影子 有个影子 有一只黑手 在促成这件事情 对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现在显然 像中美之间来说 如果中国真的想要做什么 或者说中美 最重要的重组 会出现什么地方 就是现在只是在台海 而且美国已经解决 那两个问题之后 会好好的来对付中国 那中国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 这次习近平也说什么 你看他在这个会议里面说 有人 你们美国媒体 报道什么 2027年 2035年 我们解放军要打中国 我们解放军要攻台湾这件事 他说 从来没有人跟我讨论过 甚至他还说什么 我们也从来没有准备 要大取进攻台湾这件事 他干嘛要讲这个 因为他害怕 美国会把全部的武装 用来对付你嘛 所以他认输了 他认输了 他认输的话 那他要先搞定一件事情 确定说这个台湾 真的没有任何变数 所以为什么 在跟拜登见面之前 蓝白河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就完全促成了 那完全这个 你说蓝白河非和不可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所以蓝白河非和不可 习近平才有最后的底气 去跟拜登见面 他才可以 有这个笑容出现 对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来说 台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而且你看你两边那个 你俄罗斯问题也搞定了 然后中东问题也搞定了 然后这个台湾问题也搞定了之后 所以我们接下来谈谈 我们要跟美国做伙伴 做朋友这件事情 大家互相来发展经济的一个状况 所以那个 难道柯P 他被卖了吗 当然啦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子 哈马斯被伊朗卖了 那伊朗被伊朗搞不好也被中国卖了 中国认为说 好啦我换取中东和平 我就这样子做 那柯P也是一样 原本要选总统的时候 不好意思 那就请你这个忍让吧 相忍畏过啊 虽然柯P是说 我为了60%的这个民众的这个 我牺牲个人的权益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这样的人嘛 我觉得最微妙的什么 最微妙的事情就是 虽然你的民众脑子 怎么样 就是柯P当时的一念之间嘛 这跟所有的外力都没有关系嘛 如果跟外力没有关系 为什么拜登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要特别讲说 你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还有柯P自己也讲 他的这个幕僚接到电话 AIT对于中国 有没有介入蓝白河 非常高度的关系 你不是空穴来风啊 你怎么无风不起浪啊 你如果没有 美国情报做得多扎实 他怎么可能从美国到台湾 都盯着你民众党来问这件事情呢 所以如果假设柯P说的是对的 他就说有AIT打电话给他 所以我这样 叫我们去解释一下 我们用持续来看 12点的时候 12点多宣布蓝白河 然后下午他会上节目的时候 AIT打电话给他 紧接下来 在约莫在八个小时之后 拜祭会登场 所以美国要搞清楚 中国是不是有戒选 如果真的有的话 搞不好他就会当众人 问说你怎么回事嘛 所以他说这其实 这些事情是完全都 刚做会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才讲的 如果拜登非常在意 戒选这件事情 我要讲说 我就没戒选就算了 习近平没有说 我们有倔选 习近平的回答就是说 你们美国媒体报道 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2027年 2035年 我们会犯台 没有人多讨论过 我用这个 拜登更小 更想听到的结论 去挡掉 中国有没有介入 台湾问 台湾选举这个问题 而且其实很有意思 我觉得你慢慢仔细看 他就说 其实他问他嘛 然后他就说 对啦 听到美国有各种报告 然后说什么 中方正计划在2027 或2035年 采取军事行动 但否认最近有所谓 这个武力攻打台湾的计划 他这样讲喔 然后他说什么 其实他说 言论中带有一些恼怒喔 他说根本就没有这样 所以言下这一次 这有点像是什么 在跟老大变解 我都没了 对喔 你这样讲 我根本没有这样 你误会我了 所以这就是有一点点 他恼怒的意思是说 要跟拜登说 我真的没这个事情 你千万不要相信这样的 对 他在作秀 对 所以你要说作秀也好 他当然跟美国 因为美国 台湾问题 就是两个国家 最重要的问题嘛 我一定要取得美国的认同 说我真的没有要攻台 我没有要攻台之后 美国才有可能 对你在军事的力量上面 才有放软的可能性嘛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 台湾有句话叫感官 对 可是你会发现 柯P昨天去之后 他做了那个 签署的那个东西之后 他所有的表现 都是 嗯感官 当然 既然你嗯感官 你当时为什么去画鸭呢 对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你看 之前的开会是这样 在中间 开大 我是拉大 我准备立即出来 变老师 你看两个表情之变化之大 我之前是这样大开大合 进去之后变成这样 然后后来大概四个人出来之后 他又在后面 躲在马英九后面 不敢站在前面 然后其他今天讲到这个 这个柯文哲让步的事情 他讲一讲一讲 还哽咽 你考出来 对 哽咽说 没有关系啦 我说不会的拜 黄珊还体会到了 黄珊还讲说 你要我帮你接下去吗 话都说不出来 对 那他当然就说 我这个 希望老百姓可以心安 那一些小小的推浪是可以的啦 好 那你知道 他就在那边讲 不要说我后悔 我为什么锐量那么多 因为我希望台湾是安全的 你什么时候为台湾安全 你什么时候考虑这么多 所以你就知道 显然就是有一个 这个让他不能够拒绝 而且你知道 这就是柯文哲 如果按照媒体的报导的时候 柯文哲就直接给他东西 那为什么给他 朱立伦直接给他东西 那为什么给他东西 他马上就画压上去 所以显然上面的压力 就叫你这样子做吧 那我们现在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来说话 大家就 我们就 这次老柯啊 你就这个柯比亚 你就这次为国牺牲一次吧 所以我们在舞蹈跳马蹈跑 我们过我们西线无战胜 没想到在中东哈马斯被卖了 现在没有想到乌克兰过了定利伯格了 没有想到台湾风云变色了 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都为了赤格 你看习近平呢 晚上的时候有个晚宴 晚宴的时候 这时候全美国的搭横全部都出去了 我就跟你讲 他讲的非常多 他现在还宣布说 我要把这个熊猫 送到这个圣地牙格伊的动物园 他又要送熊猫了 对 又要送 这就是一个破冰的这个迹象 而且这很妙哦 熊猫外交 是不是你要给 我还要收 最近美国是不断的把猫熊 直接送回给中国 如果今天习近平说 我要再送猫熊给你 代表美国之前一直在退熊猫 现在要把这个猫熊又给收回来了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他讲什么 他说中国在追求现代化 不会在这个陷入战争 我们不会跟任何人打冷战或热战 然后我一直在思考 如果让中美这样聚伦地避开 所谓的浅交 然后他还说我们愿意跟美国做伙伴 做朋友 中方处理 这个中美关系根本遵循所谓 互相尊重 和平相处 共融共赢 然后他说中国从来不会读美国书 也从不干涉美国内政 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 他不是讲东升西降吗 而且他不是对内部任何 他讲有所谓的贵美派 对 尊美快 你现在只要在中国跟贵美派 贵下来的贵 对 贵在美国面前 你跟美国交好的我全杀 现在你又说 你要跟美国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了 对 然后他还从此来说 我们要邀请五万个美国青年 来我们中国学习 美国才把孔子学院都关了 他现在又开始去邀请你 所以他事实上 这个风为什么在转变 因为显然在之前 原本习近平希望的东升西降 没有发生 现在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 再原本希望说三方片 这个烽火连天的话 美国无力顾到这个台海的问题 但是显然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呢 就是他习近平就 只好去跟拜登说 那我们坐下来谈 我们好好的当朋友吧 好 提会 哈马斯真的被卖了吗 哈马斯被卖了 刚刚讲的 中东我就玩不起来了 中东玩不起来了以后 连现在俄义也出现状况 乌克兰已经过了定谐某盒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再加上 台湾现在这个局势 真的现在这三个都在出卖 跟卖之间在这个做互动吗 对 没错 哈马斯的确被伊朗卖了 被卖了 对 那为什么呢 伊朗当然自己会害怕 因为第一个 美国重兵压阵这个地方 再来就是以色列 纳塔亚胡 其实是完真的 不是完假的 如果真的搞到伊朗来讲的话 伊朗能够真的打赢以色列吗 那他自己到时候还没打胜 他政权说明今天先垮了 所以没有 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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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天流 现在纳塔亚胡 完全不在乎道德 完全不在乎制裁 拼到底 连伊朗都怕了 那现在美国刚好 棍棒跟罗伯都一起来 那罗伯什么东西 就是伊拉克决定付给伊朗 那个电费100亿美元 再加上什么东西 棍棒什么东西 除了那两个航母战斗群之外 还有美国也是部署什么东西 就那所谓帆船型的潜水艇 也是无人载具这个东西 在伊朗的附近的海域 你说美国最神秘的无人舰 无人舰是帆船 你在雷达上完全看不出来 它可以征收 它可以发射 它可以做自爆的行动 它现在把这个最神秘的 隐形无人舰舰队 竟然放到了地中海了 对 放在伊朗附近的海域的时候 最主要目的在干嘛 它随时可以受到美国的控制之后 对伊朗可能进行征收 跟相关的攻击 那你知道这个Triton 这样的一个无人舰 就这个无人舰 对 这上面来讲 像是一个反船一样 但是事实上它是太阳冷的相关的 可以接收发电的这个作用 那另外其他的部分的话 潜行在水中 那这潜行水中呢 基本上可以在自主航行 将近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三个月 所以它潜藏在附近来讲三个月 那这些东西来讲 要配备相关的其他的无人宰具 还有可能可以做监视 还有甚至于 它里面就可以装炸弹 来处理这个伊朗的相关的风潮战术 不是吗 那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当然伊朗也会怕说 到底美国的影响力 跟美国的AI作战 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们其实是会非常害怕的 所以现在伊朗真的能动吗 他不敢动 他不敢动的话 就跟哈马斯 就跟哈马斯讲说 不好意思 当初你打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你应该跟我讲一声吧 伊朗怎么可能不知道 人是你训练的 装备是你给的 战术是你提供的 你怎么他现在 一推二五六 说跟自己无关了 对啊 因为过了一个多月之后 发现到情势不太对 那因为美国 基本上可以镇压 镇住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 现在伊朗出卖了哈马斯 那当然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乌克兰也开始有一些 好的消息传出来 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这所有事情 都解决掉的话 那美国所有的主力 全部都压在谁身上 将军不就压在中国的 这边来讲了吗 所以对中国来讲 习近平他 现在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他如果因为 因为台湾的问题 他不得不出兵的情况下 他也会被美国制裁的 他也被美国制裁住的 那这时候 他的政权怎么办 他进入到第三任的政权 最好是好好过嘛 他如果说第三任的政权 你也觉得 蓝白河的背后 一定有老公的影子 而且肖续成之前讲 他只是去参加 一个学术会议 而且你过去跟两岸之间 你也有互动 你说两岸没有单纯的学术会议 两岸的学术会议 后面都有赢武者 是 那为什么要促进蓝白河 第一个 他可以证明中国在台湾的影响力 还是足够的 第二个 你说台独跟反台独的 这个阵营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势均立敌的话 那这时候他至少没有借口 可以出兵台海 那这时候也不需要去 跟邓白河讲说 我到底要不要出兵 所以他为什么会有讲说 我没有听说20727 2035没有人来跟我讲 难道需要人家跟他讲吗 他看媒体都知道这件事情 他都知道熊猫这次被送回来了 他现在又来送到加州去的熊猫 他都知道这一件新闻的 他不知道说美国这边 所有的将领都在讨论 2027跟2035的事情吗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不要有一个借口让我出兵台海 那因为他讲什么 他不想出兵台海 其实是不想出兵台海 他一直在强调和平统一的概念 那对拜登来讲的话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今天在处理台湾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戒选 你有没有戒选 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有没有证据 其实习近平直接一推二干净 就全部跟你跟你讲说 完全没有我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的确有隐约的一只黑手 在幕后正在进行着 好 董事长 今天柯文哲的态度 真的太耐人寻味了 你也讲到了 今天他这个话讲着讲着 刚刚讲的拿那个麦克风 讲着讲着就哽咽起来了 如果你真的这么委屈 你真的觉得这么样的难过 那你昨天怎么会签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太稀奇话是 你进去跟出来 还有进去之后 你到底收到什么讯息 更不用讲 这所有的东西 跟在拜习会之前 硬要完成 要讲世界是一盘棋 互相联动着 昨天我去打听了一下 就是他昨天开会的会议的流程 当剩四个大人在里面的时候 就是朱立伦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条子 就是那整个会议记录内容 拿出来 拿出条子 拿出来之后念给大家听 然后就问一下 这个马英九有没有意见 马英九说他没有 他是见证的不表示 他没有意见 然后柯文哲也没意见 柯文哲没意见 也没意见 然后这个赖 口红有益 口红有益 这个PDPA四个人就签了 完全没有意见 但是不代表四个人进去之前 就已经吃到了吗 不然你怎么可能说 我讲今天如果做了这么大 重大政治决定 我一定要一条一条看 我不一定要一条一条看 我还去算 因为刚刚讲的在民调 民调我一定要去问 这是怎么样算民调 民调哪些人 甚至刚刚讲到 你今天我的哪些分数 我要去算 到底这个成绩怎么算 我怎么可能稀里糊里糊里 就说OK了 这个四个人 本来就不是谈这种细节的人选 应该这样讲 这个第一件事 而且他说他是昨天 要吃安营药才能够入睡 我曾经跟大家解释过 柯文哲是台湾影帝 他表演功夫台湾第一名 他如果是演职业电影的话 他演唱会额办得很好 所以他演电影也会很 八千块一张票 他演电影也会很值 所以他是影帝 我会把这个影帝的脚本 跟大家报告一下 从这个脚本开始讲起 第一个脚本 就是说 那个其实是 我问你很简单 朱立伦事先 有没有看过这个内容 当然看过 他拿出来的 对 朱立伦有没有盘算过 这个情况之下 对猴有利 当然 因为很简单一个条件 误差之类算猴得一分 那就很简单 就是误差之类 就是猴就很容易得分 对啊 所以很多人在骂出 我这个什么正常比例 不要正常比例 就是我平手我赢你 平手我都赢得一分 说一趴两趴我都赢了 这个就是一个 很偏袒的一个条件嘛 那猴这个根本 不需要什么专家 一看就知道这是偏袒 那猴根本就不需要同意嘛 这样简单 不是 柯文哲不需要同意的事情 对 他可以拒绝 为什么要同意 对 这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不用很多大人物来分析了 所以我认为 朱事先看过 也盘算过 然后呢 柯文哲也看过 柯文哲看过了 当然有事先沟通过 因为他跟朱中间的沟通 毫无障碍 对 都不用怀疑 那么大事 所以说这张单子 柯文哲跟朱立伦 两个人共同协商过 我认为事先有沟通了 应该这样讲 然后第二段的脚本 就发展到 这个战狼小姐姐进来 就开始就抗议嘛 不对 抗议结果被退回嘛 跟我们昨天底线不一样 结果抗议不受理嘛 大人不让小孩讲话 他说你们家主席都没意见了 这个就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嘛 那第三段就出来的时候 就战狼小姐姐掉眼泪嘛 哭了 那我们现在后来讲 他说是有什么情 今天证明 他是情绪激动嘛 那我把它定位成假哭嘛 假哭 好 假哭 战狼小姐姐假哭 这个第一个 当场是真哭 气得哭嘛 但是后来解释 演变成假哭 谁假哭你知道吗 谁假哭 柯文哲从昨天开始假哭到现在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都签约了 你都化压了 你都承认了 你干嘛哭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再回到他在车上的时候 准备去会场 他表达给木娘的意见 选到底 昨天选到底啊 对不对 选到底 选到底 搞了几个月选到底 突然间 变成妥协了嘛 接受了一个蓝白盒的条件 那这个事情是个好事 我们要称赞柯文哲 但是最后的表演到今天 你要解读他假哭 这个戏嘛 从昨天演到今天 对 很简单一个道理嘛 你说 现在这个动作也是假哭 都是假哭 都是假哭 讲哽咽的讲不下去 也是假的 都是假哭 演戏的 为什么演这个戏 他非演不可 第一个 柯粉是不是暴动了 柯粉暴动了 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如果你要选举 你是中间 因为他炒作蓝白盒 炒作了好几个月嘛 对不对 炒作的过程当中 他做了很多 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 什么重要的工作 很多企业家募款给他了 都要募款你选总统 对 现在突然间变成说 你不选了 那怎么办 不是 他们被骗了 被坑了嘛 碰到诈心 所以 被卖被骗的不是哈马斯 是台湾某些财团 对 买单的人是别 有人拿金台币给他 所以昨天有人开玩笑说 退款嘛 真的假的 要退钱嘛 这还可以退的 不是 火大就是退 被骗当然就要退钱嘛 所以一定要假哭啊 要假哭完了还不打紧呢 这个戏码还不够 还不够 这个假哭怎么够 我拿钱给你 你假哭就怎么放你过关 他今天还做困兽之斗 怎么样困兽之斗 他昨天今天明天三天晚上 他搞了一堆民调公司 在那边拼命的在做民调 他还想翻盘 还要翻盘啦 你知道吧 那这个翻盘这是过程 好 那我再讲中间一段 在这个更 这几个两三个月 在炒作蓝白盒的中间 就有国民党的某位 有力量的一个立法院的 立法院委员 跟北京关系良好 就跟他拍胸膛保证 北京接受他当总统了 沟通好了 你知道吗 这有个前提 所以他的中间士气很高昂嘛 那位老兄跟北京关系确实很好 是哦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 所以他的内心准备是说 北京接受他了 所以他信誓旦旦嘛 结果最后马英九给他讯息 应该是颠倒的 应该不是这回事嘛 所以才有翻盘的可能性 有新的讯息进来 当然新的讯息嘛 所以昨天他去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为什么要故意抛出来说 AIT打电话给他嘛 他说告诉你说 AIT打电话给我 第一个自台身价 表示他跟AIT美国关系 举通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他就表示AIT关心中共介入 他后面也得到AIT的 美国的支持嘛 然后第三个就是 中共你不要跟我随便介入 美国会来打你屁股嘛 所以他一个 他就丢这个讯息里面 代表了三个消息告诉大家 而且从此淡化了 他跟中共的亲密关系嘛 所以就表示这个事情 中共有没有介入 他有没有解释啊 他怎么回答AIT的 他为什么不跟大家讲一下 对 如果真的接来 有没有介入 他应该要讲 那AIT怎么反应呢 AIT讲了一句话 就美国不会介入台湾选举嘛 那这句话我告诉你 在多久以前发生过 Rosenberg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第一天约在他到台湾 第一天约见了一个重要的 一个两岸学者 然后第二天见了这个 见了侯友宜 他见到那个学者的时候 学者旁边有他国安官员陪同 Rosenberg就实际上就表态很清楚 我们这一次特别请这个学者注意听 美国不会介入这次选举 而且很诚意的 是在单独跟学者 释出这么具体的消息 那这个消息 美国再次的 在今天的报纸上公布出来 表示美国的对外的基调 就是美国不会介入选举 那你柯文哲讲这个话 是不是就美国介入选举 是介入选举 所以他就是在推 在用一个外交辞令很技巧的 推翻了柯文哲的这个演戏的戏码 所以一个演戏 一个今天脚本 然后第三个 金主反水退款 退款 这才是核心问题 不是 其实民众党 呼成一团 我们刚才讲 柯文哲在这讲 哪个卖风 讲讲讲哽咽 哽咽讲不下去 黄山岁 要我帮你讲下去 我会说不下去 就像他讲的 没有 他说昨天他们有开一个会 开一个会的时候 柯文哲讲着讲着 就开始哽咽 说感谢支持者 记得我的一句话 也就是阿伯不会放弃 我们就不会放弃 讲完之后 要支持者感动落泪 他有讲说 后面还讲 他说民众党虽小 一点一滴走出自己的路线 然后叫 现场干部 心中充满感动 被柯文哲 勉力触动 跟着落泪了啦 是 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确实是在 像刚刚董事长讲的 在演一出戏 什么戏呢 牺牲小我 只为台湾人的一个未来 他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在布局了 包括他自己 不是讲到说 我去中南部 然后我看到什么 然后讲到这些 所以我知道 大家都很希望 民进党下台 如果我退了这一步的话 我就有机会促成 人民的这个梦想 所以我决定 牺牲效果 他们现在从头到尾 都在铺成这个 好 可是这辈子 要知道 请你讲 是因为你现在 我看下来 你还非常了解柯文哲 他的内心世界 到底在想什么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哭到底是真哭还是假哭 难道像董事长讲 他只是假哭而已吗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是哭了 他哭了 他哭的原因是 他不甘心 不干关的 对 就是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让了 我为什么让了 我在情势逼人的情况之下 我在不得不已的情况之下 我让了 可是你竟然不干关的 干嘛让咧 就拚下去啊 没有办法拚啊 因为走到底 就是一条死路啊 包括你的 你没人没钱 然后你也没资源 好不容易 木来了一些款 然后他知道 他也走不下去 选也选不已 在这种情况之下 搞到底 搞不好到最后 他连副总统都没有 变成光棍 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现在想说 干脆把整个民众的前途 拿去堵 all in 印什么 印我起码 柯文哲 还有一个副总统的位置 所以那 但是某一种程度 他心里是会对自己的 一个软弱 感到恨哦 感到想 我哪里在软弱 我哪里在没路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哭了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 他还搞不好真是哭了 但是呢 我觉得某一种程度 他们现在也在演艺出戏 你知道吗 化悲愤为力量 所以昨天哭一哭哭一 就知道了 阿伯没有放弃 大家都不会放弃 他们慢慢的慢慢的 要演出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的退 是为了全台湾人民 我的退 台湾才能向前进 你先不是讲吗 作为一个领导者 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等于说我都已经相信你 你跑去开一个会 开一个会 以后你180度 没有把大家给卖了 以后我怎么相信你呢 就这样 我跑政治跑那么久 我信奉一个原则 我如果要跟一个人往前冲 我一定要相信 这个人要冲到底 这个人如果我觉得 他只会 他半路会跑掉 我绝对不会跟这个合作 因为如果你半路会跑掉 我跟着你提前快跑前进 我冲到前面的时候 你人都跑了 其实他们有去研究过柯文哲 就讲到一个重点 柯文哲的妈宝性格 导致他其实不能一个人 去在一个场合 作为那个决定 因为他需要有一个 强而有力的一个 不管是柯妈妈 或者是他老婆 或者是小在郎小姐姐 一个很强悍的一个力量 在他后面盯着他 他才有办法 你讲啥啊 真的真的真的 今天其实那个 Grace他以前的幕僚讲的 他说认识柯文哲的人都知道 你不可以让他一个人去谈判 因为你让柯文哲 一个人去谈判 他就很容易 心头疼不知 他就开始变成是 回到原本那个 意志不坚定的他 所以他们就说 你没有 你回去看过去这几天的新闻 唯一想要举牌 其实投降人是谁 是柯文哲 他们整个team里面 只有柯文哲是 不要再沾下去 但所有team的人都说 我们要沾下去 我们要沾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你可以说是鸿门眼 怎么说呢 有讲好说 幕僚不能在旁边吗 我觉得朱立伦搞不好 是突袭他 一开始坐下来之后 本来陈志翰跟那个谁 萧续成 都在他旁边的 但是突然只有五分钟之后 就说好 现在你们都出去架空 柯文哲 单一个人对他一个人 在那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就会很容易 做回原本的自己 什么叫原本的自己 其实柯文哲 像这种妈宝的人 其实很常常没有办法 抓住他的心头 都是有一个强悍的妈妈 跟她说 你为这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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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发现 你看起来非常独立 看起来非常强悍 可是后面永远 要有一个绳子 他们曾经说过 柯文哲旁边女人 每一个一个比一个强 你说陈佩琪强不强 强 对你说柯妈妈强不强 强 连蔡壁如强不强 强 连那个战狼小姐姐强不强 强 你有什么时候看过一个幕僚 在一个会议里面 当了所有人 洗老板的脸洗了三次 老板带你出去谈办 关起门来 老板谈完了 跟对方要签约了 结果你今天主旨说 没有 不是这样 签好了 然后你说没有 不是这样 你洗老板的脸 是你比较大 还老板比较大 所以你换句话说 陈志涵 为什么在那个场合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因为向来我认为 他其实是 柯P的个性是比较软弱 是这样子的人 你说啥 柯P的个性软弱 不然怎么可能有一个强人 可以忍受三四个 周遭所有的女人 都比他强悍 然后在那边 而且光是从陈志涵在 所以你说朱立伦才会讲说 你不要再说了 他打断三次 在那个场合里面 他辈分最低 资历最浅 结果他最气牙牙 连他老板都已经跟别人 都谈好了 签好约了 他竟然说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不然你哪位啊 你想想看 习近平跟拜登如果谈好 谈好了之后 王毅有可能跳出来说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啊 你光从这个 主从关系 你就知道 柯P其实某一种程度 他性格是有很软弱的 这一部分 所以 是这样的啊 是马宝 巴宝本来就这样 所以某一种程度上 你看起来哦 为什么说 你说他会流泪 我觉得他确实会流泪 因为他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在 这个关键场合 一个人面对的时候 他竟然就没有办法 坚持下去 所以回到最后一个结论 我是不是说 11月19号 胸口一刀斑命 对 所以呢 什么一无反顾拼一次 现在变成一无反顾告别式 从头到尾 从党主席开始哭到现在 某一种程度上演的是什么 其实也是悲情戏 董事长 我们这里 你跟柯文哲互动最久 他真的是妈宝吗 如果让他一个人孤身一人的话 他很容易妥协吗 他听他妈妈的话 他听他妈妈的话 他妈妈 都归毁 他听他妈的话 不不不 这个很多人跟妈妈关系很好 这个我们跟母亲关系好 这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他 除了他性格上的问题以外 其实他早就准备让了 我在两个月前 他早就准备跑了 我在两个月以前 在中平社会讲过了 对 我说神仙老虎 对 你知道我们节目也讲了 最后在19号之前 他一定会投降 我不是讲过了吗 这时间少上一天嘛 18号嘛 你看他现在哽咽 对不对 哽咽的时候 你看黄珊珊笑成那个样子 多灿烂啊 为什么黄珊珊笑的啊 为什么 演戏啊 真的假的 演不下 你要不要我帮你演嘛 他哽咽嘛 他演过头了嘛 黄珊珊知道如果真的伤心的话 会笑成那么灿烂吗 对不对 黄珊珊在吵 你看那个样子 你看笑成那个样子 对 那怎么会是真的哽咽嘛 我都相信了 假哭嘛 假哭 他是跟着陈志涵一路下来 两个主仆二人 一路演戏假哭 那黄珊珊看了想去 看了也不下去的帮他演一下 对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现在不是他们 他这样讲现在有报导 是整个民众党的干部都哭了 干部哭的问题 那他能够弄得干部一起哭 那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嘛 因为很多干部也在烦恼一个事情 就他们不分区这两天 本来昨天要公布的嘛 现在大家也不敢公布了 为什么 也不确定啊 他如果是副总统跟总统 那不分区内容不一样耶 如果我能够派部长级的话 我不分区未来就是预备部长 没关系啊 对 对不对 你看黄国昌今天就退党 参加民众党了 对不对 他表示在柯B这围棋的时候 对不对 快点来 快点来 救下 来营救 对不对 黄国昌马上表态营救 对 黄国昌不懂他嘛 只有黄珊珊才懂嘛 就说我来帮你接一下 然后笑得 可是你的肚子快笑破 这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早就准备退了 然后现在呢 就是要故意要把戏演竹 为什么 还是我刚刚讲的嘛 回到基本面 你募了一堆款嘛 怎么跟人家交代呢 大家就喊退钱了嘛 退钱才是真正 他最烦恼的事情 不是 我们昨天产生就是 现在拜登为什么 要赶快把习近平抓到手上 一个刚刚讲的 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不好 可是中国经济不好 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为他产能过剩 如果他产能过剩的时候 我就开始 我破罐破摔 我一不做二不锈 我把我的东西大量的卖出去 现在我们钢铁厂 已经把我们中钢给搞散了 我在卖水泥 我卖一些水油的金属 现在刚刚讲到 卖汽车 现在中国低价出口消化过程产能 引起其他国家的带忧 那你先想说 那跟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关系吧 说没有哦 你说现在台湾卖得 非常好的一台车 就这台车 我不知道叫什么 你说这台车 它有中国的血统 现在也来到台湾 它是这一段时间里面 导播我看这个数字 它年增率 百分之五百一十二 冲到台湾来了 对 如果中国车卖得很好 连美国车也要倒霉 这是拜登要害怕的地方 那这辆车其实是 真正的中国上海汽车做的 可是它其实标榜的 就英国血统 英伦血统 它其实是创立在英国汽车 叫明爵MG 可是上海制造车 怎么可以来台湾呢 对 它是把领主舰 运到台湾之后 由玉龙集团代工 来把它组装出来 结果它价格卖得非常便宜 它比台湾一般的同规格车 大概卖到16万 便宜16万 混动车 所以它不到100万 110多万 110万左右的车款 它就可以比别人便宜20万 你就可以开到混动车 就是酸油电混合车 以及纯蓝油车 你就可以照自驾2.0 所以它现在价格卖得很好 又标榜是英伦血统 可是它百分之百 还是上海汽车的领主舰 上海汽车的技术 也就是说 它输出的是中国车子 结果它卖得真的非常好 因为它的价格非常有竞争力 你看它成长512% 年增率 年增率 也就是说从去年开始 它一路狂卖 那时候我们说 中国神车来到台湾了 谁倒霉 你看福特汽车掉了30.9% Toyota汽车只增长4% 以前我们都说 Toyota是神车 结果它才成长4% 大家都跟着倒霉 日本车倒霉 美国车也倒霉了 为什么 因为它卖得实在太便宜 现在还不是只是这样 因为是交不出车子 如果交得出车子 它会卖更多 你说是产能问题 对 需求这么高 对 所以全世界都碰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回到哪一张 它现在是全世界到处去输出 所以克莱斯的全中国总裁说 为什么它在卖 因为如果不卖这么便宜 中国车厂就要倒霉了 苹果走了 笔电走了 手机走了 订单跑了 我现在只好撑住汽车工业 现在有400多万辆车 到处狂卖到全世界 你说中国现在 卖不出去 等于说我现在有400多辆车 可以低价请销 400多万 400多万辆 对 因为它有1500万辆的产能 是闲置的 你知道中国的汽车人口 就位人口直接是200万 而且如果你把周遭算下去 4000万人 因为汽车是火车头工业 等于它有一半的人 可能会失业 那它怎样 我自己不失业的话 我就输出失业 所以美国福特汽车 输出失业 对 美国福特汽车很明显嘛 跟它掉了30% 所以美国福特 现在在台湾 也开始可能要放无薪价嘛 所以美国要不要跟它谈 当然要好好跟它谈 因为它现在干了什么事 你可以看 一样新的 而且跟他讲的 中国最可怕的汽车 是不计成本的生产的 对 因为一个汽车功能 可以养20个 整个供应链的功能 它其实创造就位率 非常可怕 所以中国不会让它停下来 当然不会停下来 所以你看小鹏就很明显嘛 营业额6.2 六十二亿 四十二 四十四亿 结果七十八亿 营业额一路往上增 车子越卖越多 可是赔钱 一样这条是赔钱 现在是本来赔 二十三亿 二十八亿 三十八亿 你现在每年是狂赔 一百多亿再赔 一年下来赔四五百亿 对 所以不断要增资 它没有增资的话 公司会倒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还是一路要冲下去 因为汽车工业 火车工头 你可以养多少人 养的是二十倍的人 手机跑了 苹果跑了 笔电跑了 HP跑了 代额跑了 习近平能不低头吗 当然要低头 所以要拼命地 撑住汽车工业 所以现在中国的那个产能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 所以它在输出灾难 所以现在大家就担心 当年那种太阳冷板的产案 又会重新发生了 所以现在一样卷土重来 现在我想尽办法 新三样 太阳冷板电池跟汽车 是中国出口的新三样 结果你看 太阳冷板电池卖便宜50% 一路攻城掠地 所以瑞士业者就说 中国这里空前的速度 打折 抢战市场氛围 一样输出灾难 现在欧盟吓都吓死了 当年太阳冷板 只有被它打垮 现在好不容易 要重新爬起来 一样又来了 因为中国新三样 就靠这个 以前有手机笔电 有广达 有红豪富之康 现在没了 能做什么 做这个 在钢铁更可怕 钢铁出口量增加53% 好厉害 一半的在赔钱 难怪我们现在中钢受不了 对 增加53% 结果价格降60% 这在干嘛 这在清销全世界 你说中国现在的钢铁 他等于说价格降了60% 出口增加53% 对 等于你降价在卖 而且已经一半在赔钱了 很可怕 而且中国钢铁协会是什么 我产量还要 再继续增加 这不是下指全世界吗 全世界要跟着倒霉了 所以习近平是在干嘛 因为我要稳住就业 五千万人被裁员 我现在能怎么样 我只能跟美国低头 求美国 如果我不跟他和谈的话 我这些工作会很严重 玉宝 讲到光电 台湾现在贵害了光电利益 不断的开枪 现在在台南的北门 又开枪 开了十枪 我觉得最有趣 最难的学是 开了十枪之后 警方到现场 居然告诉你说 没有弹壳 没有弹口 所以本来还不想沉岸的 对 其实在台南 为什么北门常常会有发生开枪 而且低销 最低消费都是十枪起跳 不是那种开枪警告一下 因为那地方有光电利益 光电利益非常的庞大 但是离谱的是 昨天发生这枪几 是几点钟的时候 晚上九点多 晚上九点多 接近十点的时候 竟然就来开枪 而且大家看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是非常的嚣张 非常的充容 非常的淡定 人来 开枪 拉枪机 再开枪 就这样子 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没在怕的 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开了十枪 然后驾驾 onto 回家走 我们已经看到 在这个所谓的板枪 那个开枪 到开三十几枪对不对 啪啪啪啪 第一枪就打完了 人家用的是冲锋枪 然后按的是连伐 叮叮叮叮叮 就结束了 但是 我们台南不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要一枪 一枪开 而且开完之后还拉枪机 开完之后拉枪机 也不用灭印器 所以呢 你开枪 BOOM 人家以為是放鞭炮 拉槍機其實晚上九點多 你知道嗎 你一開槍機之後呢 路人閃避 車子也不會 就直接按夜裡聽到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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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哥 你就買連發的來開嘛 你怎麼會弄到你這樣子 然後開那麼久 開完之後呢 還有人拿手機拍完整個影片 走完之後呢 拍影片的人嚇到了嗎 附近居民趕快打電話來報案 十點多警察來了 告訴大家 誤會一場 因為現場沒有找到蛋殼 沒有蛋殼 對 而且沒有找到那個受傷的地方 所以呢 他們就決定你說撤退 就回去了 所以你想想看 在台南這是什麼魔幻的一個城市 拍了十槍 然後呢 好 竟然就是說呢 好像沒有什麼能報案 最後沒有發現任何蛋殼跟蛋孔 所以警察想吃案 對 我覺得明顯的意思就是說呢 在現場其實 寶貞哥你知道嗎 不只是沒有這個任何的蛋孔 以及蛋殼 連煙地也沒有 連冰囊渣也沒有 你知道嗎 在開箱的前後 那是一個禁服 有人親乾禁服 對 有人親乾注意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雙方都是有準備的 但我不懂啊 如果我要開箱 我不就公告周知嗎 我要公告周知 我幹嘛還怕人家知道我的蛋殼呢 對 其實因為這個東西 你要是弄下去之後呢 我只要你知道 對方知道 對方知道就好了 你要是抓到的話 必須要脫一個安家費啊 你說我如果留蛋殼 我留了檳榔炸 我留了香菸頭 我就有DNA 對 這樣子的話 我會被找到 我會有麻煩 對 而且呢 警方也會去辦 那為什麼說被開箱的人 也不打算報案 因為他們也是有實力的 你來開我的槍 我是不需要透過警方的管道 來神之以法的 我自己也是有出門東西的 所以呢 如果有需要 我也可以自己找回來 也可以處理 對 所以那個地方呢 就是在有光電的地方 就是一個野蠻的戰場 反正你敢來開箱 我也是有自己有準備 但是警方的態度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啦 你看了實槍 你看那個畫面 他是開完之後 他是看了警槍之後 人家因為他動作真的太慢了 人家才拿手機出來拍的 所以 你還有手 時間拿手機出來拍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台北 不不不不 連拍 掃完人就走了 你聽到再出去看 只是一陣煙 在那個地方 還可以拿出來 你還可以 然後警方到現場 還說沒有發現任何的東西 但其實你只是去找 你在他的賓士車上面 還是有一個彈口 所以後來 是在賓士車上面 找到彈口才 對 這個東西 如果不是那個影片 我都已經知道他要怎麼講了 如果不是這個 多事的民眾 拍到這個影片的話 我這樣談談的警方 一定會告訴大家什麼 這種小仇 你開車的時候 石頭經過 然後有其他的大卡車 撵到之後 彈過來的 是石頭打的 石頭打的 小碎石打的 因為他想把這個東西給吃掉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對 想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不然的話你講怎麼可能 如果你在警方 你在台南的警方 有這個壓制力的話 敢這樣開嗎 不敢 不敢這樣開啊 代表說台南這個光電力 已經大到我根本不在乎 我明明知道有八十八槍 大家都盯著你 警察也知道 完全不在乎了 八十八槍選舉之前 這十槍也是明年總統大選之前 為什麼都這樣子 因為頭人在處理事情 這個東西都是利益 而且這利益是保障二十年的利益 台電保證收購二十年的利益 所以在選舉之前 一定要把這事情處理好 處理不好大家就開情 開情之後呢 大家再來看看 誰的實力比較強 好 後生 當然了 這次除了總統選舉以外 更重要的是立委選舉 立委會決定 國會誰是多數 誰來掌握台灣的立法權 而今天 美麗島電子報 也做了一個民調 第七選區 許巧鑫 四十七點二 許淑華 四十三十七點一 其實我覺得 民進黨今年的狀況 其實很多狀況都不好 你看民進黨今年 不是成立 東成立連線 西成立連線 每一個成立連線的人 就保證選情都不好嘛 不然你怎麼去拉 你怎麼去拉 你包括他從南部的黃捷 對不對 一路拉上來 好幾個的 那幾個女性立委的選區都 其實選情都有狀況 他不曉得黃捷很穩嗎 黃捷的狀況也沒有很好 因為就是說你民進黨 因為你前面出趙天天的事情 後面又有郭沛宏要選 然後加上教會各個系統 還有基層的那個 沒有真的整合嘛 因為你突然空降 然後把人家所有機會都擋住 黃捷的狀況也不好 他們其實 其實這次民進黨 好幾個女性的狀況也不好 包括那個 汐止的那個誰 那個 賴品瑜 賴品瑜的狀況其實也不好嘛 然後 你看他們 他們北部又成立一個連線 專門譬如說 心電中和跟汐止 他們又成立一個連線 每一個連線 背後都代表他的狀況不好 那你說徐小新的狀況 徐小新原本 因為他在那時候 初選的時候跟废洪泰殺的是刀刀見血 這樣不是說废洪泰的 裝腳不是跟岸兵不動嗎 而且那時候 我覺得岸兵不動也沒有 就是問題是你那時候實在殺得太兇嘛 殺到真的 那時候連里長對不對 里長都被他指控出來包 被他指控說幫废洪泰包公車對不對 結果後來他黨員票贏废洪泰 他說废洪泰不當動員 最後他自己黨員票 他連里長都殺 結果他殺到里長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裂痕是很重嘛 但是問題是 你看到最後這個民調看起來 他居然還可以贏許淑花這麼多 10% 對啊 他還可以贏這麼多 然後你看侯友宜跟賴清德的狀況 我們都說侯友宜不好 侯友宜在這個地方 看起來也開得還不錯 侯友宜在松山信義區 是跟賴清德差不多的 對啊 民進黨在 因為松山不是真的很藍的選區 你要知道 之前兩次废洪泰在選舉的時候 都沒有過半 他之前兩次都是因為有第三組人 候選人 所以賴清德在那邊只有拿到32 其實對他來講是不好的 我覺得民進黨今年其實很多地方的選區 就是說這種伯仲之間的選區 都會變得很危險 尤其是在藍白河之後 就是原本的狀況只有侯友宜嘛 大家要靠基本盤 靠職家市長來撐 但是現在多了一個柯文哲之後 那個局面就會變啦 就是說現在的狀況當然 因為藍白那個對立的氛圍 還是很強烈 大家還沒有確定 可是當你確定之後 如果柯文哲沒有亂講話的話 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不亂講話 就不叫柯文哲啦 我就只要不要太離譜啦 因為柯文哲有新聞嘛 柯文哲每民進黨每新潮流 是每個出家嘛 對不對 你就看到說到時候 一個候選人 柯文哲在這裡 他負責去罵人 他一定的嘛 而且我必須要講說 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地方藍白河 柯文哲吃大虧 我跟你講不見得啦 你要想想 他現在的狀況 第一個他是唯一有讓的人 唯一在有顧權大決的人 所以中間票同情票 他會拿得到 再一個 將來你想想看 他去到處幫國民黨這個地方 立委助選的時候 上面在喊柯文哲動算 然後比如說柯文哲動算 徐曉興動算 柯文哲動算 嚴格文動算的時候 你告訴我 不分區票會投誰 不是 你之前講說 台北現在什麼 有野狗 有猴子作亂 可是現在在中國東北 中國東北秀 暴雪 結果東北虎沒東西吃了 對 東北虎出來 東北虎跑到人家家裡 把家禽家獸給吃掉了 對 這個畫面真的讓人家覺得好可怕 11月11號的時候 是在人家家裡耶 對 而且就直接對著鏡頭耶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就講到說天氣很冷 然後呢在山上很多地方 其實都沒有東西吃 所以呢 老虎就下山了 下山之後有一個村民 他就去 想說第二 隔一天要去看他的那個餵狗的時候 他的狗只剩下一顆頭 整個身體全部都不見了 後來就發現說怎麼會這樣 原來他說 而且他睡覺的時候 還有聽到他的狗在叫 他以為只是很正常的狗在叫 就沒有想到 原來狗在叫 是在呼喊救命啊 因為那個老虎下來吃他的 等一下 他的沼子這麼大 因為現在極端氣候的關係 所以導致這個老虎很早很早 就變成是找不到食物可以吃 所以不得已 他們必須要冒險 往有人區的地方 有人區的地方 才會有一些雞鴨牛羊 才有辦法有東西吃 包括連哈爾濱這個也一樣的狀況 哈爾濱市的一個 伊蘭縣證實 他們也發現 有國家級保護的老虎 也跑來吃 吃什麼呢 他們說吃牛 牛的體積其實也蠻大 就要沒有咱們說 其實好幾隻老虎 東北也有大小寒之分 對 東北虎跟西伯利亞虎 是所有老虎裡面 體型最壯碩的耶 對 然後連這種壯碩老虎 才會下山之後 不管是見狗吃狗 見牛吃牛 你看到 他內蒙古的牛跟羊 剛剛講 這個東北虎多大 凍在這個牛圈裡面 凍在牛圈裡面 你東北虎來了 不等著被人家吃掉嗎 沒辦法啊 因為實在是太冷了 所以現在真的是 極端氣候會導致 你看這個牛 那個羊 那羊 那羊 對 羊實在太冷了 所以它冷 它就完全不敢走 所以它就躲在羊棚裡面 然後實在太冷 所以全部的人 全部的羊全部都縮在一起 而且這種極端氣候 還有一種狀況 你知道連這種羊 全身都是毛的 它到底這麼怕冷 現在發現一些慘案 你知道什麼慘案嗎 有一些東北的居民 他就訂了一些 什麼從南部 那個南方地區 訂了一些烏龜 結果烏龜送抵達的時候 一打開來 整隻烏龜是凍的 它就因為它沒有 這是烏龜 它這烏龜 只要是從南方來的烏龜 所以就會打開來 怎麼我本來是定活烏龜 就成了一個烏龜的標本了 整隻都死得硬邦邦了